另外瑞水乡赫钢文丹佑专区是全国知名 不过却有一处文丹佑园 因为一旁区域大排水沟侵蚀偷空 使得土地近几年来是陆续出现了大小不等的天坑 文丹佑农市相当困扰 而且非常忧心 土地会流失 特别像乡代表林玉梅陈晴 并且邀请了先议员林玉芬到现地回刊 向上级单位争取改善 避免农民的土地被破坏殆尽 文丹佑园旁这一条区域大排水沟设施 从上蜿蜒而下 看似正常无害 但是看在农民的眼里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吃土地怪兽 那边也有一个 那边也有一个 那都看一下 只要是有做着的落差的地方 你这一次你流水让它绑 等于说不要一下子会冲刷到这个底下的 结果也没有效 那这样下来 一样是跑跑 这个早期的空 结婚农民纯情反映的相代表林玉梅 邀及先议员林玉芬 两人跟着高大姐穿越文丹佑树 一路来到现场会刊 沿着区域大排附近土地 都可见大小不一的陷落 甚至还有两米深的坑洞 高大姐无奈表示 好几次拿泥土或者石头来填补 都无法阻止土地遭青石掏空的情形 生怕仅有的土地就这样流失不见 沿着这一条区域大排水沟设施 从下游看到上游有将近20多个 遭逃空流失的坑洞 让前来会看的现议员林玉芬 以及相代表林玉梅感到不可思议 初步商讨提案改善 那他这大排水锅排水的系统 年久失修 造成他这个雨水冲刷 然后影响到我们农友的农田 会严重的流失 所以有建议如此 我们接受农民的陈勤 然后请我们一分一言 一起来会刊 希望为农民来解决 他们这个文旦诱言 整个严重流失的情形 看如何来改善 那寻求我们上级单位 一些资源来想办法 为农民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此种植文丹佑 将近50多年的高大姐表示 近年来农地被这一条 巨大排水沟不断侵吞蚕 情况越来越严重 由于相当担忧 恐怕会造成两旁农地 更严重的灾害 因此向地方民意代表 陈勤反应 期判上级相关单位 能够重视 协助解决 避免仅有的土地被破坏殆尽 记者是玉兰对岁采访报道